天总 好 师辰 师辰 田总 让你上天台说跟他聊一下那个村街 活动策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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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上去 谢谢啊 那天总 他说一会儿就上去 好嘞 好 许辰 你怎么还不上去啊 我 我这 弄那文件呢 我现在就上去 好 干啥呀 叫我上来人又不在 杰逸凡 杰逸凡 我没工夫给你玩这个啊 你不拉我走了啊 你不拉我走了啊 我真走了 这是我从云南给你带回来的礼物 就这 都是我亲手摘的 里边还有我想跟你说的话 你想说啥现在就说 你回去打开自己看看 没工夫打开 反正你马上就去云南了 想种多少豆子都可以种 每天都可以种 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能不能先听我解释一下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你都辞职了 都要去云南了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 我爸妈就有意识地 让我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住 不管是上学还是去哪儿工作 都是我决定了之后再告诉他 他们从来不干涉我 所以你觉得我在干涉你 当然不是 我是想说 是我错了 我辞职之前 应该先跟你商量一下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是真的冤枉我 我真的还没有决定要去云南 我做这种决定之前 肯定是要经过你的同意的 你都辞职了 你还说你不是因为要去云南 我辞职不是因为要去云南 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我不同你就要走 啥意思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不是我的意思 是老韩总的 江浩这么一折腾 老韩总对公司内部 这种特殊关系 就特别地敏感 你们俩都在市场部 又是上下级 而且现在他还是二组组长 所以他不希望再有任何隐患了 说到底还是不相信我 让我在市场部陪着自己人 成为第二个江浩 那倒不会 但其实我觉得 这对你和乔西辰未必是件坏事 外面的公司 好得多了去了 我也可以把它写推荐信啊 而且我认识好多猎头 凭乔西辰的能力啊 明白 我理解韩总的担忧 也尊重公司的决定 这就对了嘛 乔西辰留下 我走 其实在我去云南之前 就已经和老韩总谈过了 这次回来就开始办手续了 你是不是傻呀 我什么职位 你什么职位 那真要走也是我走啊 你这种事情 完全可以跟我商量一下 其实经过卢以宁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想走了 但是如果我当时要走的话 会一辈子被这么一个黑窝 所以我没走 当三伦跟我聊的时候 说我们俩之间 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义安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不就是天意吗 天意呢 你咋不说黄大仙给你托梦呢 现在还能挤对我 说你不生气了 生生气 行 就像随着这事是我冤枉你的 但是我也不喜欢咱俩的爱情里面 要搞着一个什么自我牺牲的一套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 那你去云南呢 我是真的还没有决定好去云南 你不信我现在打电话给沐沐 你自己问他 我不想问你 就想问你 天意发 我真的很想去云南 对吗 其实我这次去了云南之后 我的感触挺多的 我发现我更适合在那边的时候 那边没有酒酒 没有 没有乱门 没有堵车 而且我也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在那边也没有像卢以宁江浩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去了云南之后 一定会过得特别的开心 但是我还没想过要离开那边 没想过要离开那边 原来太久了 好好想想吧 但是我希望你把这个舞蹈当作一个选项 可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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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